彩色人生 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际遇 人生的画 究竟今天的你是一幅怎么样的画 在这幅画上的你 涂上了什么颜色呢 经过十几年或几十年 你的人生画出了彩虹 还是只见灰色 毫无光彩的 希望你这幅画不是空白一片 虚空就像一个很美丽的泡沫 当它在空中飘动的时候 是很漂亮的 外面可以隐约看见不同的色彩 这好像今天不少人都说自己好忙 忙于多姿多彩的生活 但当我们想去把握或拥有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会很惊讶 原来这一切并不实在 是可以随时失去的 毕业 可能要面对失业 恋爱 变心 被利用 甚至换来仇恨 财富 房屋价值可以暴跌四五成 股票可以在短时间内 令你变成大闸线 因为人生的真正意义 不在于家道有多丰富 也不在于只为自己而活 如果人不能够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世界 并认识这世界背后的创造主 将会是一生追求那 永远不能满足自己的事物 却无法找着永恒 得到安心 人心灵的缺口 一个名叫奥古斯丁的神学家 曾经这样说 在人的心灵深处 有一个缺口 除了神自己 就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 就没有其他人或事物可以填补 正如一个四方形的空盒 无论你用多少个圆形的物体 去填满这个盒 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人内心深处对永恒的渴求也是如此 除非我们能够认识这位永恒的主宰 从他那里找到人生在世的意义 否则的话 我们不能够找到真正的满足 圣经一开始就记载天地之间 天外有天的宇宙 有一位创造主 未有宇宙以前 他已经存在 他是灵 所以没有人可以亲眼看见他 但我们却可凭着观察 知道在这物质世界 背后有一位创造者 这位神原先的创造是极其美好的 他要将他所创造的人类放在这个地球上 让人可以跟这位永恒的主宰沟通和对话 神原来的设计 是要让人得着财测的人生 但很可惜 人类的始祖 亚当和夏娃 一天被魔鬼撒旦 就是堕落的天使 成为抵挡神的邪灵 利用一条蛇引诱他们违背神 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果子 自此 始祖因为违背神的吩咐 罪就入了世界 罪的最基本意思 就是违背神 不认识神 以后所有人都有罪性的遗传 人就无法再与这位圣洁无瑕的创造主沟通 但人类却要为所做的负责 圣经清楚说明 罪的功架乃是死 这里所讲的死不单是肉身的死 根身的意思是人与神隔绝 是属灵的死亡 而将来人更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没有一个可以逃过 这是永远的死 沉沦 既然人跟这位万有之上的主宰隔绝 难怪人不知活在世上是为什么 而且死后还要接受未来的审判 这是褪色的人生 湿色毫无光明充满黑暗和迷蒙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 彩色人生的希望 但我们感谢赞美神 因为祂并没有放弃我们 在永恒的计划中 在祂无限的智慧里 祂为人类开创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叫我们因着接受祂的拯救 生命可以重现希望 神爱是人 甚至将祂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既是圣洁和公义 但祂也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 祂了解人类的限制 所以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间 借着耶稣舍身流血 为我们的过犯甘愿被人挂在十字的木头上 耶稣所流的宝血 能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污 以致我们可以跟这位永恒的主宰重建 恢复和好关系 祂死后第三天复活 证明祂却是神的儿子 胜过罪的权势和死亡 祂要救一切信祂的 叫他们得着真正的生命 就是祂所赐的永生 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 耶稣这里所用的字眼 有两重意义 第一是供应一切所需的 主要不是指导物质 神 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满足 这份满足 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的 耶稣要将平安喜乐 赐给信祂的人 不在乎外在的因素 不是因为屋里安装了金钟 买了保险 所以不怕盗贼会来光顾 这份平安喜乐 是从上头来的 是因为我们知道 神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赦免了我们的过犯 我们心里有平安喜乐 是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 可以坦然无惧 称呼祂为天上的父亲 第二个意义 丰盛是指生命的直速 不是以树木来衡量 不少人的生活 都是十分冲塞的 因为他节目多多 或是工作非常忙碌 朝七晚八 结果头脑不断充斥着 各样的刺激 渐渐地迷失了人生的方向 也没有时间 去思想人生的问题 丰盛的人生 是清楚地知道 自己为什么而生活 将自己的生命 投资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亲爱的朋友 你选择把你的生命 投资在短暂的物质 享受上呢 还是选择接纳耶稣基督 成为你的救主 承认自己是一个得罪神的人 需要耶稣 为你所成就的救恩 并将你的一生 都投资在永恒的事物上 就是去认识 创造你我的神 并按他的心仪去生活 你觉得你的人生 正在黑暗中摸索吗 你需要耶稣的救恩 正如一个人 潜到海底的时候 四周都漆黑一片 那人需要射灯来照明 让他可以看到前面的景象 原来那里蕴藏着 美丽的珊瑚 和色彩鲜艳的鱼群 耶稣可以成为 你人生的探射灯 他可以引导你看到 人生的色彩 愿你把握神给你的机会 决定志向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他会带领你 真正活出彩色的人生